我唱字查记 山洪水又轻 山是那么红 水是那么轻 好老人叫啥 名叫荣关秀 好老人住哪 家住下盘松 大家好 听我来讲 金国英雄的故事 荣关秀 是享誉全国的 雍君模范 被誉为子弟兵母亲 她是一百位 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 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896年 荣关秀 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平山县建立 抗日民主根据地 荣关秀 加入副救会 积极投入抗日救亡 向妇女群众 宣传抗日救国 和妇女解放道理 1938年 荣关秀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被推选为 下盘松村 副救会主任 担任八路军伤病员 转运战战长 她带领妇女 雍军之前 为八路军筹集粮草 做军协军衣 1941年至1943年间 日卫军对禁茶记边区 连续发动多次大扫荡 荣关秀整日为抗日工作奔忙 带领全村妇女 给战士们送水送饭 转运伤员 她冒着生命危险 抢救伤员 像母亲一样护理伤员 在她的精心救护下 很多身负重伤 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 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她动员群众参军 并带头为儿子报名参军 她说 我有三个儿子都报上名 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 要是不嫌弃我老伴儿老 让他给咱们八路军喂马 在她的带动下 下盘松一带出现了 父送子 七送郎 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 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4年2月 容官秀出席了 禁茶记边区第一届群营大会 被授予北越区雍军魔法 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在荣誉面前 容官秀不焦不燥 把奖给她的锣子和农具 全部贡献出来 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 同年被禁茶记边区评为劳动模范 1949年9月 容官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 作为华北区的人民代表 参加了开国大典 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1年 他的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他的三个孙子长大后 他一个一个送到部队去当兵 新中国成立后 几十年来 他一直在村里当干部 几时间做群众工作 常常是端起个大碗 出这家 进那家 饭吃完了 工作就安排好了 1950年9月 容官秀出席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后有多次出席 全国劳动模范会议 和佣军优属表彰会议 先后当选为 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第三 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声号 他还多次给守卫边疆的部队写信 送进旗 鼓励他们保卫好祖国的大门 1989年8月12日 容官秀因病逝世 享年93岁 容官秀作为子弟兵的好母亲 已经成为佣军爱民的一面旗帜 打动我们心灵的 不仅仅是战争年代的那些 感人至深的故事 更是全家几代人 前赴后继 用心血浇灌培育的光荣传统 容官秀的三子女 都是爱国佣军的好党员 他的孙辈 有多人穿上军装 传承着这个家庭的优良家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